最近有很多朋友或者粉丝在网上说 如果手机拍了肉的照片以后 怎么样导进麦记里面不会变成GPG 因为他们说经常把肉的照片导到麦记以后 都变成了GPG的格式不是DNG的 现在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变成 可能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就是当你把肉的照片拍好以后 有可能因为你的相机你是可以打开进行编辑的 编辑以后然后把照片拍得很漂亮 然后就把它导到你的麦记里面 这个时候你只要编辑过 只要你编辑过了一个照片以后 你导进去以后它就是GPG的了 你如果没有在iPhone里面去编辑肉的照片 如果直接通过格红投利的话 它是不会变成GPG的 它一定会接音机的格式来的 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OK 我们现在看到我手机上的这个照片 就是肉的格式 我们再给它进行编辑一下 OK 我调整亮一点好了 我给它减完成 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就通过格红投利 给它传到我的麦记上面 OK 我现在把麦记进行 这个就是我收到的格式 这个格式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GP格式来了已经 所以这个格式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头片怎么样 把它倒回去了 这个照片呢 是编辑过的 这个时候呢 你传到麦记里面上 它就已经会是GPG的 但是我要想把它这个照片呢 它现在在手机上选择还是肉的格式上来的 但是传到麦记就变成GPG的了 现在我一个办法就是编辑里面 然后里面有一个右下角的有一个复原 复原的原始状态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原始状态 就没有编辑过的 然后我们通过它再去给我们投取出来 然后再投到电脑上面 OK 好 这已经出来1899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GNG的格式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两个格式呢 就很容易就解决问题了 大家就不要在手机里 不要在手机里进行编辑以后 再导到电脑里上去 一定要未编辑原始图片 然后通过跟风投力到你的媒体上面 它就是GNG的格式来的 如果你通过手机已经编辑过以后 再吸跟风投力到你的媒体上面 它一定会变成GPG的格式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们发现 为什么我的电脑机的格式在手机上面 传到Magic上面 或传到评估笔记本上面 就会变成了GPG格式 就是原始图片 好吧 如果你编辑过了 就把它回应复原 恢复的原始状态 如果没编辑的话 直接传的话 它都还是电脑机格式来的 OK 简单的分享就给大家 希望能帮到大家 就这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大家对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还是订阅我 希望能分享一些更多的一些东西给大家 OK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